警察 那些被寄生虫寄生而死的人 尸体会充分脱水 形成骨尸 季生虫会在里面休眠 所以只要我们在丛林里找到古诗 就有机会可以找到季生虫 这 这里有空线 怎么样 有寄生虫吗 我们可能还要往里走 是的 虾子这一文不要乱走 你们要是看到这样的石头堆 就不要再往里走 这个是木马鲁部族危险禁区的标记 不在现场的人没有发言权吧 你对虾子的话有意见 不敢 老板 天已经黑啦 再找三个小时 找不到立刻返回 看来虾子说的是对的 实在不行 再想办法吧 好吧 多吃心 老板 那咱就再往这边走一走 也许会有线索呢 是吧 再坚持一下吧 白山 走 走啊 走 天黑了 大家小心这里的虫子 我已经被咬了好几口了 这里的虫子咬人真疼啊 徐老板 你被咬了吗 还好 不严重 好 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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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可怕的呀 这个 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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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们是 不想把你走 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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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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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了,你算了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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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要跟我们走一趟 警官 我好像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吧 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 卢比说 你跟死者生前有过接触 所以你要和我们去警局认识 不怕我们都死了 我相信你是个谨慎的人 是 这个人你认识吗 他叫利马 是个法国学者 或者说是传教士 我们在地下河口 发现了这具尸体 被发现的时候 他手里正攥着这块布 这条地下河 连通着上面所画的山体缝隙 这条缝隙在丛林的深处 已经到了木马鲁人的禁区了 他们 为什么要去那么深的地方 不知道 我不记得有什么缝隙啊 那是木马鲁人的秘密 那有人知道在哪儿吧 待会儿去 我给钱 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 那里是他们的圣地 那要看能不能找对人 这些给你 找两个人 我要去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神圣的地方 老祖族说那有魔鬼 我的朋友现在遇 得加钱 小兔崽子 有人破坏了这个标志 大家小心点 林子里可能有奇怪的东西 你真的没见过 不要动 我不想让他们 最后太诚务了 演势一样 这次艺术 哪儿 那个里 没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动 这就是什么东西 太可怕了 这东西看起来没有眼睛 好像是个瞎子 刚才 我们没发出声音 也没有呼吸 它似乎感应不到我们 不乐不离那家寺的路里 那家寺阿渡人 他们口中反复提起一个音节 那家寺 什么意思 那家寺是我们木马鲁人的古神 木马鲁人对那家寺 非常地恐惧和敬畏 就在三十年前 我们每年还必须向他献祭 否则就会受到他的惩罚和诅咒 那他是那家寺吗 我年纪小 没见过